台灣真的好美喔 來到了海邊 但今天是要去爬山 沒有錯今天來的地方就是 南亞奇岩旁邊的 登山步道喔 超好玩的他們在採海草耶 嗨大家好我是丁潮雨 現在人在南亞南興宮 這個地方就是內方 只要搭乘台灣好行到這一站的對面 就可以到一個現在年輕人最夯的南興宮 南梓令步道喔 如果是開車的朋友 他的對面就是一個免費停車場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路線圖吧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往前走 這邊呢是南梓令的步道終點 那他的長度呢大約半小時就可以到了 可是他的這個景觀呢 卻是國家級的美景喔 這台就是黃金浮龍線的這個風車 大家就可以在這一站下車 這裡就是南興宮 那步道是往裡面走喔 那我身後的地方就是南亞漁港 那往前走 這有一個很大的指標 往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南梓令步道 現在這地方走進來 這裡有一個涼亭 哇人太多快耶 看前面的風景 超漂亮的 天氣超好的 要通往前面的地方 這個地方好像一個廢墟啊 旁邊還有超長耶 這個清閒國中 他的牆 會不會太矮了一點 哈哈哈哈 我還可以跟他打招呼喔 好啦前面呢是南北的木傘道 我們就一邊熟一邊跟大家聊天吧 那最近呢小雨就是 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青川步道 希望可以讓更多喜歡台灣 或是國外的朋友更愛台灣的一些美景 尤其是可以親親大自然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還有就是台灣真的很漂亮 怎麼可以不來呢 今天穿了新鞋 而且是專業的針針鞋喔 給大家偷看一下 下面的風景 各位不只得榮耀 但是也可喜可惡 我們現在已經躲了200公尺 海拔跟50公尺囉 介紹一下這邊吧 在我前方的這個位置喔 這邊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區 小小的很多石頭 這個地方呢就是南亞奇岩區的地質步道 也是這裡很著名的景點喔 那再往這邊前方看過去呢 就是小雨之前有跟他介紹的 鼻頭角步道 那那邊有像是鼻頭國小啦 鼻頭社區 鼻頭漁港 還有鼻頭角燈塔 都非常非常的好拍喔 我只能說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就是溫度22度危機流汗了 然後這裡有寫喔 全長大約是900公尺 那下雨天的話容易虛滑 要注意當心 現在我只要踩的這種路啊 只要是陰天啊 這種地都很容易滑倒 不過好加 但是因為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這些路面都是乾的 所以走的地方都還算安全 結束了木站道 前面已經是石頭的階梯啦 我們又前進了一點點囉 我剛剛是從這邊走上來的 現在往上走囉 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地方是完全沒有路燈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下午的時間來的話 基本上不建議喔 這個樹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會不會退站啊 海麻88公尺 超好玩的 大家看一下我身後的這個交叉路口 你有沒有覺得在上一個路口 一模一樣一樣呢 沒有錯 跟上一個路口一樣 就是一樣就這樣上來 這樣子上去 就是它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的概念 各位我發現了一棵巨石 在我腳底下踩的這個大石頭啊 站著看出去的這個風景啊 蠻厲害的 尤其是也可以在這個石頭上拍照 蠻安全的 分享給大家這個 網美必拍的其中一個點 就在這個位置喔 我也會分享我在這裡拍的照片 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 天啊 真的有一個洞耶 我嚴重懷疑 台灣一定有竹鼠 是吧 竹鼠是在裡面 快出來喔 500公尺 海拔108公尺 涼亭 這個步道好正能量喔 加油喔 還有400公尺 到那個加油 一聽要知道那聲音不是我的了吧 不像是從我的聲音發出來的 有錢進了一步 又到了一樣的分岔路口 它現在是白天 否則我會心裡覺得有點毛毛的 它真的是不一樣的路 只是就一層一層的疊上去 但是一樣都是這樣子繞 這樣子繞這樣子繞這樣子繞 對嗎 700公尺 前面的路是完全沒有遮蔽霧的耶 好險今天太陽不大 也不會曬到頭暈的那一種 哇這裡 好像是在鼻頭腳步道的那種感覺 可以看到海 還看到山 還有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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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幾個 一樣的分岔路口了 自己算 好嗎 好啦 這個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個 一樣的分岔路口了 可是我覺得看過去啊 視野總算不一樣了 偷偷走了一條都是芒草的路 想說要看一下風景 發現上面的那個多道我看不到 所以我這邊走回原路 然後講到這時候呢 我全身都冒汗 流了超多 超多的汗 我的衣服全是高霸光球 終於到了 嗨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在南梓林步道的最頂點 然後我也想要跟大家就是介紹一下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啊 它是360度的這個風景 你可以看到山還有看的到海 那它的海是非常非常廣的那一種 所以基本上啊 如果你喜歡看山看海的朋友 可以來到這裡 另外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小小一個 這個是基隆雨 然後再來呢 往前看過去這裡就是基隆山 還有呢 在這邊雲霧寥寥的地方 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就是小雨之前 我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茶壺山的部分 大家看在這個步道上啊 如果有情侶啊 在這邊散步 是不是很浪漫啊 到了這個地方 最頂點的位置 是不是也非常的遼闊呢 大家可以玩大風吹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人會在這裡玩大風吹嗎 哈哈哈哈 這是今天陰陽海的顏色 就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男子林步道是在 新北市瑞芳的地方 除了就是交通還蠻便利的 一下車就可以上來這個地方 來爬之外 再來就是它很重要是 它不到1000公尺即可抵達 因為這邊只要990公尺 就可以到這個制高點 欣賞到無敵的海景 尤其是啊 今天來到這邊啊 完全沒有人 天氣又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就是獨享這一個風景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而分享給一些想要爬山 然後呢沒有什麼爬山經驗的朋友 因為它的路程沒有很長 很快又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運動穿搭 我今天的運動穿搭呢 我的髮帶還有飛鋒 跟我的鞋子都是全新的 我昨天才在那個山野行買的一些登山的配備 有沒有很好看呢 分享給大家 那我會寫在我的資訊上面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喔 這裡就是南哲林步道的制高點的觀景平台 掰掰 剛剛我是在這個南哲林步道的這個平台 然後發現啊 巡線發現這裡啊 超長得很高 一個非常隱密的小步道 竟然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玄奈 旁邊都是玄奈耶 可是風景超讚的喔 給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風景 喔 就跟你們說台灣的風景很漂亮了 還不來 大家看一下後面 我的極限就是到這個地方了 因為如果你們還想要看後續幾集的雨登山 不要叫小雨做危險的事 雖然台灣很漂亮 我們就在這邊看 就很美了 不需要做危險的事情喔 無視嗎 台灣真的好美喔 這麼美的秘境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遮蔽物 我是怎麼來的呢 請看 想要經過這個蟲蟲關卡 這裡有很多就是草敵人高 大家來到這一段路啊 絕對要小心 因為剛剛那邊是懸崖了 尤其是這裡啊 我們不確定裡面會不會有什麼蟲 或是毒蛇 所以你要穿很多的配備 長褲等等 然後 不要懷疑 我剛剛就是這樣走進來的 如果沒有走進來 還不知道台灣有一個這麼絕美的景點 就是比蠻梓林步道的至高點還要漂亮 所以這是小雨自己發現了一個很不錯的秘境 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也可以來走走看 這裡有一個小小隱藏的一個步道 超漂亮的絕美海景 耶 走回來了 安全 安全 抵達 現在是遠路遮飯 已經有一些我們的山友要去上面 看風景 出來運動 習近好去 一個頂點 必拍必拍 因為真的上面可以鳥看整個海景喔 剛剛拍的照片就是在後面這個石頭上面拍的 它這個拍照是最美 可是啊 如果是看海景比較漂亮是上面 可是我必須說 今天拍的影片照片啊 都感覺還好 因為你要到現場看它比較漂亮 所以這一點呢 也希望網友們可以輕聲的走訪一下 走進大自然才能欣賞到它真正的美麗喔 回來了 剛剛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步道 回到這個景點喔 回來了它還在畫畫 真的是太有閒情意志了 好浪漫喔 各位現在在這個南亞奇驗這邊有看到嗎 這個特殊的景觀 告訴大家 你們在海產店喝到的海菜湯 就是這味啦 有氣吧 好台喔 好台灣 哈哈哈哈 爬完山之後呢 還可以來到這邊 欣賞海景 是不是很享受啊 那就是今天的雨嫩山 男子另一步都要分享給大家 那你不用爬到一公里 不用到一千公尺 就可以看到絕美的風景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分享 按讚 留言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補出過下一集影片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我記得要不要在那裡 過十八公里 有水 有水